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正在进行中 全球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 成为英国王室本世纪最大的外交事件之一 英国媒体全程直播 越来越多的细节也逐渐被曝光 索菲王妃居然泪洒现场 出席伊丽莎白女王葬礼情绪崩溃 婆婆生前甚至把她当女儿疼爱 当初菲利普亲王过世的时候 索菲王妃就强忍着泪水 如今女王驾崩 她直接是泪崩了 女王的官舅已经运回了爱丁堡 在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盛大的感恩仪式 所有王室成员集体亮相 索菲威塞克斯是女王的小儿媳 生前婆媳关系就很不错 经常携手亮相公务 虽然妻下有四个孩子 但是只有爱德华王子婚姻幸福 跟索菲王妃是模范夫妻 当女王的灵鹫运进教堂的时候 索菲王妃的情绪再也绷不住了 居然泪洒现场令人心疼 官舅上铺着皇家旗帜 上面还覆盖着花环 整个仪式庄严肃穆 导演有一千人出席了感恩活动 教堂外更是围满了老百姓 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皇家花环也有讲究 其中包含玫瑰 白色小苍蓝 白色纽扣 菊花等等 都是女王生前喜欢的花朵 灵鹫将在这里停放24小时 当官就经过索菲王妃身边的时候 她再也忍不住泪水 皇家葬礼按照流程进行 鸣礼炮和奏国歌 随王室成员都身穿黑色葬服 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 送这位伟大的郡主最后一程 熟悉英国王室的小伙伴都知道 索菲虽然是女王的儿媳 但是却被视为知己 女王最喜欢的孩子就是爱德华 小儿子也是最晚结婚的 因此对索菲自然是爱无及物 索菲王妃身世清白 降入王室之前经营着一家公关公司 婚后也安分守己 跟女王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其他王室儿媳不断地整出幺蛾字 唯独索菲最为省心 因此是女王最信任的女眷 接到女王病危通知的时候 索菲立刻前往巴尔波洛尔堡 希望见到婆婆最后一面 可惜皇家的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 索菲赶到行宫的时候 伊丽莎白女王已经过世了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索菲王妃跟女王的关系很不错 她也是女王最喜欢的儿媳妇没有之一 比起嫁喻户晓的大安娜王妃 索菲王妃极其低调 嫁给爱德华王子之后 约有12岁的赛文子爵詹姆斯和16岁的路易斯 女王每次到桑德林厄姆或者巴尔莫勒尔时 索菲王妃总是相伴左右 安前马后的照顾好婆婆 她们的婆媳关系一直很好 被视为女王的完美助手实在是令人羡慕不已 索菲王妃也算是富商千金 父亲是轮胎公司的高管 母亲则是秘书 嫁入王室之后深得女王的喜欢 索菲王妃拥有70多个职位 大部分都是女王册封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索菲王妃被女王当女儿疼爱 因此才会上演如此煽情的一幕 菲利普亲王过世的时候 索菲王妃就几度落泪 也是最早到温莎城堡 安慰女王的王室成员 英国媒体也给出不少正面的评价 认为索菲王妃脚踏实地 虽然是拼命而袭 但是却得到女王的高度认可 多年相处下来 这对婆媳已经很了解彼此 女王甚至还会为索菲整理衣衫 索菲王妃虽然尽职尽责 履行王室职责 但是她其实跟向往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 平时喜欢骑马 打猎和钓鱼 跟女王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双丰甚至是亲如母女 这是女王无微不至的关怀 保住了爱德华王子的婚姻 索菲王妃也很感激婆婆的付出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索菲表示女王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 难怪参加葬礼会瞬间泪崩 虽然索菲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荒唐事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性格越来越沉稳 宣得伊丽莎版女王的宠爱 尤其菲利普亲王过世之后 索菲经常到温莎城堡 看望女王 比亲生女儿安妮都要亲近 大部分时间索菲都是亲自驾车 从八个肖特公园的家出发 大约十分钟就能来到温莎城堡 即使在不能见面的情况的时候 索菲也会隔一天就给婆婆打电话 只能说是都是相互的 索菲王妃在葬礼上情绪崩溃 眼角眉梢都含着泪水 也算是没有辜负女王多年来的疼爱 英国新国王查尔斯 在签字成为查尔斯三世之后 确定了卡米拉的地位 这位在梅根之前 受到最多骂名的王室成员配偶 终于得偿所愿 或许在她年轻时认识查尔斯的第一天 卡米拉就梦想着成为英国王后 她为了这一天忍耐了几十年 其中击败了财貌双全的戴安娜 也承受了威廉和哈里的多次打压 最终卡米拉成为了新任王后 不过卡米拉为此也付出了很多 这位王后在年龄上比查尔斯只大了一岁 但是我们看她的皮肤松弛状态 仿佛比查尔斯老了十岁还不止 查尔斯虽然成为英国国王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她的个人能力有多大 而是因为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长子 英国王室还只是荣誉性的存在 所以不会有所谓的宫廷政变 她在工作上的能力一直让人诟病 而她在感情生活上也是一团乱麻 我们或许不能够说查尔斯朝三暮四 但是她对卡米拉的感情毁了她一生 如果戴安娜没有在巴黎黯然离世 或许一切还会有转机 当戴安娜离开人世之后 查尔斯又将卡米拉拉到了自己身前 为自己挡风挡雨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结合 可以说是相互利用的典范 查尔斯想利用卡米拉来换取自己的安宁 卡米拉则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 成为英国王后 从而彻底的击败戴安娜 最终卡米拉做到了 不过她进入王室的十年间 承受太多的压力 查尔斯也因为戴安娜的问题被劫责 不过她只会被认为爱错了人 卡米拉才是那个承受最大压力的人 她知道自己在替查尔斯受罪 但是她为了最终的目标 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或许是多年的忍辱负重 就是为了现在的这一天吧 当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 卡米拉甚至有些小激动 卡米拉和查尔斯的年龄都很大了 她甚至比查尔斯还要大一岁 我们看到两个人出席活动的时候 卡米拉的手充满了折皱 她的皮肤松弛 看上去她并不比老去的伊丽莎白女王年轻多少 反而是查尔斯的皮肤更加紧实了一些 这也说明查尔斯善于转移外界的压力 虽然她做错了很多事情 总会找到替罪羊 所以查尔斯心态平和 看起来更加年轻一些 但了查尔斯并没有压力 因为她是女王的长子 不论做什么都会是国王的第一顺位 卡米拉成为王后 但是她的压力并没有减少 因为她还需要照顾好查尔斯 虽然现在威廉看上去对待自己的态度很好 卡米拉很清楚 如果查尔斯离开了 自己很可能会被赶出王室 威廉并没有忘记卡米拉如何对待大安娜王妃 如今有王位要继承 所以她还会隐忍 不过当前辈们都离开的话 卡米拉就没有了保护在 她想要能够获得一个完美的结局 卡米拉就只能祈祷查尔斯的身体健康长寿 至少要比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女王那样长寿 这样卡米拉才可以在王后的位置上坐得安稳